吃啊小胖子过来 我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你 不知道手机你要交给我什么任务 不过我提前说好任务不一定能完成 但是交给我肯定完成不了 如果任务完成不了你也别回玄武国了 五六七背叛的玄武国 我需要你把魔刀千人夺回来 五六七那么厉害让我去夺回魔刀千人 这不是等于让我去送菜吗 我不去我不去 谁让玄武国现在揪你有空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快去把魔刀千人夺回来 可恶的手机就会刁难我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的 五六七你好请问你在哪 我已经退运出玄武国准备当个理发师 你还来找我干嘛 你以为我想找你啊 还不是手机命令我带回魔刀千人 反正你准备当理发师了 那就把魔刀千人给我吧 这不是我不给你 魔刀千人不是你们能控制的 不是是怎么知道 不行你就把魔刀千人给我吧 给我倒一下吧 啊手机你怎么在这 因为你只是用来吸引注意力了 躲回魔刀千人还是得靠我 现在又完成回去了 哼 头好疼啊 啊 我怎么在这啊 噢 我想起来了 可恶 肯定是手机在背后偷袭我 还好魔刀千人他们掌控不了 得赶紧躲回来 学武国内狗有五六七步的入类 蛤 真当我没魔刀千人就能随便欺负吗 看我以气欲减 啊 好像弱劲哦 知道普通刺客拦不住我就得把墙弄断吗 不过作为安影刺客的我轻功可是康康的 水下还有那么多灯笼鱼 只考验我轻功水上票吗 接下来的跳窗户 锅炎将都是小意思啦 五六七快杀上来了 手机我们该怎么办 别说话了 别说话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头关那五六七太狡猾了 魔刀千人其他人都用不了 不然我们要怕他 竟然不怕就擦上我的乙器剪刀 搞定我心爱的魔刀千人 我带你回家喽